老公每晚喂我一碗毒药,我只能面带微笑喝下去,然后呢,再趁他不注意吐出来。 我虚弱地扶着洗手池,看着镜中的自己,本是一张人人羡慕的脸带,如今脸色越发苍白,两腮深陷,双眼空洞无神。 医生的话再次响在耳边,李小姐,你也没怕金森那些药,就先不要吃了吧。 长期过量服用,副作用会让你产生幻觉和抑郁后果。 我最近常产生幻觉,严重到已经影响我的生活,便去看了医生,而我的确也有好几次是死里逃生,所有人都说我自杀,可我清楚得很,我没有。 这几年我都在备孕,除了叶酸和维义,只有没完老公陈婷亲手给我煎煮的那些苦药汤了。 陈婷说,这是他找老中医给我开的安神药,不但可以调理身子,还可以促孕。 想来想去,我体内出现的左旋多巴和多巴胺瘦体激动剂的成分,极有可能就在我的保健品里,亦或者苦药汤子里。 为此,我又跑了趟药检中心,我一个在那里工作的高中同学,拿到结果后,还打去我,离家。 想不到你一个老实人,也玩暗度陈仓啊,表面在备孕,却偷偷把你的叶酸片换成避孕药,你就那么不想要孩子。 还有,你在你老公的中药里放安眠药,你老公可在药厂当主任,你就不怕他发现原来我带来的三种药,只有唯一没问题,中草药里含有安眠药成分,而那瓶叶酸则是一瓶被调包的紧急避孕药。 这位同学严重警告我,紧急避孕药,不要一直吃吃多了,会造成血栓,到时候一命呜呼,就得不偿失了,他还问我,我老公是不是有轻微帕金森症? 因为在中草药里检测到了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成分。 他又叙叙叨叨说了一堆话,可我完全听不进去。 此时,我终于反应过来,原来我一直信赖的枕边人,不但外面有人,还要杀了我。 几天前,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 李家,我在医院,看到你老公陪着一个女人做产检,那女人戴着帽子口罩,看不清脸,不过看他们关系应该不一般,如果你都知道的话,算我没说,如果不知道,你要做好思想准备。 我愣了好久,直到那通电话挂断了,我都没反应过来,心里的骇浪越来越高,主要是那熟悉的声音,那冷漠刻板的语气。 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初恋林杰,我们是高中同学,他是富二代,我是高干子弟,他英俊帅气,我高挑漂亮,又都是学霸。 那时啊,那时啊,人人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我们也的确非常喜欢彼此。 高考后的同学聚会,我被一伙蒙面小流氓,堵在了回家的路上,失去了清白。 这件事成了我毕生的阴影。 那时的林杰并没有嫌弃我,他安慰我,鼓励我,让我以最好的状态去上大学。 可暑假还没结束,他就突然消失了。 在知道他的消息时,他已经到了国外,而且还给我寄了封信。 意思就是,他本以为我被小混混逮住是意外,却没想到是我不知检点,到处勾引男生。 同时他还告诉我,他已经和一个海外富家女订了婚,让我以后啊,不要再纠缠他。 骄傲如我,本不屑解释,更无从解释。 一晃十年过去了,没想到他都回国了。 林杰的电话像一个怀疑的种子,虽然我不相信陈婷会做出背叛我的事,可我还是给陈婷的手机做了定位,同时做了要检定位显示陈天夜里根本没去单位,而是在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小区里心烦意乱。 我犹豫再三,还是给林杰打去了电话,并且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 他比十年前更加稳重成熟了,只是眼中啊,多了那么一抹忧郁。 见到他,一股莫名的怨气让我脱口问道,既然我这么不知廉耻,你怎么还愿意跟我见面? 林杰一愣,满眼受伤地看着我,还说明明是我有了新欢不要他了,他简直就是恶人先告状,要不是那些我早撕了,我真想拍他脸上,让他看清楚。 不过呢,我瞬间就冷静了下来,苦笑着告诉他,对,你怎么说都对,我们如今各有各的家庭,各自安好,这样挺好的,可我没结婚。 林杰低吼,家家,你没给我个说法,我的心里怎么可能再装下别人? 林杰追问,在他刚刚出国的那阵子,我到底交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,让我可以与他一刀两断? 我彻底愣住,你胡说八道,你明明写信说我们不合适,你嫌弃我的过去,现在又来装无辜,我怒了。 林杰急忙拿出手机,翻出几张照片让我看,他说,这就是实证。 我拿过一看,这是老照片,是我和一个男生的合影。 仔细追忆,我慢慢想了起来。 那时我们刚毕业不久,同学赵兰过生日,请了很多人,我也去了,其实那人我根本不认识。 不过赵兰说,大家都是朋友,一起照个像没什么。 我向林杰解释,刚要把手机还给他,突然发现一张抓拍中有个熟悉的身影。 我将照片放大再放大,虽然像素有些模糊,但依然能辨认得出,那人居然是我老公陈婷。 陈婷怎么会出现在赵兰十九岁生日party上? 我记得很清楚,我第一次带陈婷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,他并不认识赵兰。 林杰见我否定,问,这人你不认识,可为什么? 赵兰说,他是你男朋友。 我想都没想就反驳道,赵兰还说,你要订婚了呢? 他替我拿回来的信上,你说得很清楚。 你我和林杰忽然看向彼此,似乎明白了什么。 老公有没有外遇的事没问明白,道先要来了赵兰的联系方式,决定找机会问问当年好闺蜜是不是真把我给阴了。 只是还没等我给赵兰打电话,就让我发现了惊天秘密。 晚上陈婷照例给我煎药,看着我喝药,我几次想问问她照片的事,但最终都没能开口。 我找了个借口支开陈婷,把苦药汤子倒进了水池,抽屉里的维生素液和叶酸片也不敢再吃了。 夜里我又几近失眠,迷迷糊糊中感觉陈婷起床了。 我假装睡觉,却一直竖着耳朵听我以为陈婷会出门,可她却是一直在客厅打电话。 我隐隐约约听到,你别催我了,我怎么可能变心,你放心,我都安排好了,到时候所有的都是咱们的。 我心下狐疑,不明白陈婷在说什么,我完全听不懂。 我甚至一度怀疑我是真的听到了,还是出现了幻听。 第二天,陈婷像没事人一样,起床做早餐,然后去上班。 她做的早餐我没敢吃,热了杯冰箱里的牛奶,喝完后,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 只是等我醒的时候,却发现自己在医院。 陈婷紧紧拉着我的手,眼睛红红的,显然是哭过了。 我爸妈也在,我妈抹了把眼泪,后怕地责备我。 家家,你怎么那么傻? 你和陈婷还年轻,现在要不上孩子,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 你别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 我糊涂了,我妈在说什么呢? 还有我为什么会在医院? 到底发生了什么? 目光不由地看向陈婷,我突然想到这两天发现的秘密,心中一脸,想把手抽回来。 可陈婷却死死地拉着她说道,家家,对不起,都是我不好,是我没能照顾好你,让你想不开。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,可又不明白。 这时,一个公安上前,他见我没事,让我老公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按手印,然后又递给我,让我按手印。 我看了一眼十分笔录,而内容竟是我开了煤气自杀。 公安临走时说道,人没事就好,以后可别做这种事了。 你死了你倒是解脱了,可你的家人怎么办? 今天幸亏你父母去看你,否则你的小命早没了。 那么浓的煤气,一点火星,你的邻居都得跟着遭殃。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,我就算精神状态不好,可我压根没想过自杀。 我想解释,只是还没等我开口,陈婷就把我爸妈送回去了。 我问陈琳怎么回事,她一口咬定我一定又是幻觉,所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 而有幻觉这事儿,医生还有证明,我想狡辩都不行。 回到家以后,我总是心神不宁。 当天夜里,我喝了杯温水后去睡觉,夜里却被翻江倒海的胃痛折磨醒。 我挣扎着想起来,却发现陈婷又不在,不过客厅却传来她打电话的声音。 宝贝,那见人的命还真大,咱们差一点就成功了。 对,是我差一点就成功了,跟你没关系。 我的小宝贝儿,你别生气,七八年都等了,还在乎这一年半载吗? 李家都这个样子了,我估计用不了半年她就可以进棺材了。 你放心,该买的保险,我都买了,公证也有保证,一分钱都丢不了。 还有她爸妈的财产都会是咱们的,就算她死不了,我给她混在中药里的那些药剂也会慢慢逼疯她。 到时候她自杀,挺警察再怎么厉害,也查不到咱们身上。 我饥饿,心也彻底冷了下来。 客厅里断断续续传来陈婷的声音,宝贝儿,这也不能怪我,李家的命太硬。 你想想看,那时候她都怀孕五个月了,我给她吃了那么烈的药,孩子没了,她都没事。 还有上次你找来的鼠药,不是我怪你,可你那鼠药也没什么用,她洗了刺猬又没事了,我完全被禁住。 如果陈婷不重提那些差点要了我命的事儿,我只会慢慢忘却,更不会把这些意外往她身上想。 我到底跟她有什么深仇大恨,让她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我死。 对了,她刚才还提到我爸妈的财产,她不仅算计我,还想算计我爸妈。 谈话还在继续,我最后隐约听到,你放心,她听不到我在她喝的水里下了安眠药,这安眠药也是医生。 给她开的嗨,如果不是现在行政手段这么厉害,我真想让她直接睡过去。 安眠药果然有效,我再次沉睡了过去,等我醒来的时候,天已大亮,陈婷依旧如往常那样,在餐桌上留了早餐。 可我已经知道了事实,看着曾经的爱心早餐,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奇怪的要来要我的命。 一想到枕边人想置我于死地,这个家,我是一刻,也待不下去了。 匆匆收拾了行李,我拿起包钢要转身离开。 看着屋里的一切,我突然心生不甘,我走了,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她和她的情人吗? 这房子是我父母在我们结婚时送给我们的,家里的每一件家具电器也都是我父母买的。 我婆家因为经济条件不好,不仅没拿彩礼,连结婚的酒席钱也没出。 可以说,从我们结婚到现在,她家一分钱都没出过,我的小命很重要。 可我也不甘心把我父母对我们的祝福,全都白白送给他们。 愤怒在胸膛燃烧。 我一定要抓住与陈婷合谋算计,我的女人。 我要让陈婷知道,背叛与辜负我的后果。 江家的一环是一圈,我看到了我床头柜下面的保险箱。 这个保险箱放的是我的首饰以及存折、房产证,还有有价证券之类的东西。 而且我还有个奇怪的席,就是每过段时间都会换密码。 不仅有保险箱密码,连邮箱密码,银行卡密码,游戏账号密码,微信密码,我都会不定期地更改。 我迅速下楼,买了张新的电话卡,插在一个废旧手机上,将手机调成静音和自动接听。 后面在街上满电的充电宝一起锁在保险箱里,并再次换了密码。 我回了娘家,为了不让陈婷起疑,我给她发了短信,告诉她我妈担心我身体,让我回家住几天。 傍晚,我早早地吃了几口就回卧室了,然后迅速拨通了存放在保险箱里那个新买的手机号。 虽然这个时间,陈婷很少会下班回家,但我也只是抱着侥幸的态度试一试。 竟然传来了叮叮当当和走路的声音,然后就是陈婷的说话声,她声音轻柔,处处透着小心。 原来,她把她的小情人带回了我和她的家,还亲自下厨给那女人做晚饭。 我一声苦笑,她追我四年,我和她结婚三年,前前后后七年,她说只给我一个人做过饭,连她亲妈都没享受过她的厨艺,原来都是骗人的。 要说我俩的当初啊,是七年前,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,一天加班回家时,路上遇到几个抢劫的,陈婷挺身而出,打跑了那几个坏人,还送我回家,从此我们算认识了。 但我的经历让我根本不想和任何男性交往,她天天接我上下班,每个大小节日都有惊喜。 我告诉过她我的过去,可她根本不介意。 我动心了,可我爸妈不同意。 我爸妈认为我们是本事的,他们又是高干,我是独女,长得又漂亮,为什么要找个出身乡下,要什么没什么的? 他们倒不是对乡下人有什么偏见,他们就觉得,结婚这事儿啊,不高攀不低,就还是门当户对更好。 在我出神的功夫,我听到了那女人的说话声,我的心瞬间提得老高,陈婷,我都怀上你的孩子了,再过几个月,这肚子就要盖不住了。 你什么时候和那个死女人? 离婚女人问,这声音怎么那么像赵兰? 我和赵兰是高中同学,她长得一般,家里条件不好,学习也没我好。 我俩本来并没交集,直到高中毕业聚会那天,赵兰被一群小流氓截住。 我建议勇为救下赵兰,让她去报警,可她由于太害怕,一去不复返,而我也落入他们的手中,造就我一生的污点。 赵兰一直说我是她的恩人,后来我考入大学,她落榜,从此,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,再后来就失联了。 我不相信这个女人就是赵兰,只是下面的对话,啪啪地打了脸。 那女人说,要不我再把我几个哥们叫来,还像高中毕业聚会那样,劫她一次。 不过一想起这事儿,我就生气,你口口声声说爱我,怎么你还跟她那个宝贝儿,当年你那几个哥们谁都不赶上啊? 陈婷哄着我,要是不上,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吗? 我的脑子轰得一声。 刚才我还在想着赵兰曾经的胆小柔弱,原来,原来我挥之不去的噩梦,竟是她一手安排的。 而且,施暴人竟然就是和我结婚的。 陈婷人生的污点,十几年的心理负担,包括对陈婷深深的内疚,原来都是他们一手制造的。 而她所谓的爱国,也不过是屠材害命前的遮掩。 至于我和林杰之间所有的误会,正如我和林杰猜测的那样,是赵兰之作。 毕竟上学的时候,没有女生不喜欢林杰,赵兰也是其中之一。 他们不仅毁了我的人生,也拆散了我和我的初恋。 那天,林杰还告诉我,当年赵兰以通报我的消息为由,经常和她联系,不断套近乎,以此来取代我在她心中的地位。 可惜她并没有成功,滔天的愤怒后,我决定让这对狗男女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第二天,我连着去了几家保险公司,找到陈婷给我买的两份巨额意外险。 当然受益是她,保险我没退,只是将受益人改成了我父母。 我不知道我日后会不会再次中了他们的计,如果真有意外,我也绝对不会便宜了他们。 我又去了公正处,对我那份财产做了遗嘱公正。 在法律范围内,我绝不会让承婷和赵兰讨到一分钱的好处。 我拿着林姐给我的赵兰消息,查到了她的近况,让我没想到的是,赵兰所在公司的老板,竟然还是我爸的老不下。 利用私人关系,我成功调到赵兰所在公司,职位比她高,不过,跟她却不是一个部门。 我只给陈婷发了个短信,告诉她我工作有变动,这几天先去新单位适应适应环境,我就上班去了。 赵兰只是前台,我上班的时候,她还没来,中午午休。 我打扮得端庄靓丽地出现在她面前,在别人恭敬地叫了我几声李总后,赵兰惊愕地看着我。 赵兰不认识我了,我是李家,我刚入职,没想到,咱们多年不见,竟成了同事。 我笑着和她打招呼,赵兰有些反应不过来,不过她的同事倒很羡慕她在管理层还有朋友。 中午呢,我们一起吃饭,赵兰显得很局促,我一直问她近况,特别是个人感情问题,张兰一直左右闪躲。 我心里冷笑不过去,语重心长地告诉她,你年纪不小了,踏踏实实找个靠谱的,有人疼的日子,真的很幸福。 比如像我,我故作陶醉中,将陈婷对我的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。 我看到赵兰先是隐忍地愤怒,然后眼中尽是嘲讽。 她肯定嘲笑我,都被枕边人算计了,还傻乎乎地得意。 不过,我接下来的一句话,让赵兰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我说陈婷一直说我颜值智商都在线,出身,学历,工作样样都好,讨我当老婆,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 嗨,我也知道,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而已。 下午,我听别的同事说,赵兰回到前台后,一直很暴躁,甚至还得罪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,被她领班好好训斥了一顿,这才哪根呢? 快下班的时候,我给陈婷打电话,说我刚刚恢复上班,有些不适应,头晕得厉害,还吐了两回,让她来接我。 当陈婷知道我在哪儿上班时,电话那头沉默了好长时间,我叫了她好几声,她才支支吾吾说,今天有事,恐怕不能接我了。 我撒着娇说,我的同事都羡慕我有个好老公,你可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。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陈婷呢终于答应来接我。 我不知道陈婷有没有提前告诉赵兰,不过陈婷来时,我故意装作和她很恩爱的样子,就像我知道她害我之前那样。 我还将陈婷拉到赵兰面前,大大方方地介绍她们,看得出陈婷和赵兰,都很尴尬。 就这样,我以头晕不能开车为由,天天让陈婷接送,我还一定要在赵兰眼前,嗅嗅我们的恩爱。 越是恩爱的情侣,越是受不了她们之间有别人介入,虽然赵兰知道我是陈婷的老婆,但知道归知道,亲眼看到我们之间如何恩爱,这才是真的刺激。 而且我还买了不少贵重首饰,有意无意在赵兰面前显摆,告诉她这是陈婷买给我的。 赵兰刚刚怀孕,本来对陈婷一直没能解决我,并和她结婚心有怨念,如今天天看到陈婷对我好,她果然愤怒了。 连这几个夜里,我都听到陈婷在客厅给她打电话,各种好言好语安慰,同时对我的言语攻击也是越来越恶毒。 不过呢,我都有心理准备了,我不但不生气,反而很高兴她们已经进入我的计划中。 离人先离心,让她们反目,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 当初赵兰是怎么离间我和林杰的,如今我就怎么离间他们,当然我做的会比赵兰高明很多。 我回到家闲谈间,我告诉陈婷,公司中啊,哪个男同事对赵兰有意思,或者是赵兰和哪个男同事一起去吃饭了,陈婷渐渐接受不了了,毕竟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人给她种草原。 到了周末,我的几个同事拉我去夜店,还说那家夜店帅哥特别多,公司里的老女人赵兰就特喜欢去。 看着那几个同事提起赵兰时业余的眼神啊,我好像嗅到了什么秘密。 赵兰怀孕,按理说,就算她喜欢去那种地方,此时也应该收敛一些。 我压根没指望会在那种场合遇到赵兰。 可我还偏偏看到她了,她穿得像个硬照女郎,虽然小肚子有些骨,却依旧不阻碍她在这里的风骚。 这种好戏怎么能缺了陈婷? 我立即给陈婷打电话,告诉她我的老毛病又犯了,让她来接我。 等陈婷到的时候,赵兰正在和一个帅哥聊得火热。 我怕陈婷看不真切,还故作意外撞见赵兰,拉着陈婷过去和她打招呼。 陈婷和那帅哥简直没法比,陈婷的脸色要多难看,有多难看。 而赵兰看向我的眼神,也充满了怨毒。 夜里我听到了陈婷和赵兰吵架,很快陈婷就出门了。 不用想也知道,这个人渣肯定去找那个恶毒女人去了。 第二天早上等我起床的时候,陈婷已经回来了,不过她脸色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看,反而轻松自然。 这让我心里诧异的同时,也有些不安。 到了公司,在我等电梯的时候,赵兰过来了,她洋装也等电梯,却在我耳边小声说道, 李家,你以为你那点小伎俩就可以让陈婷讨厌我,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。 看样子,赵兰把陈婷哄好了。 就在这时呢,我手机响了,是林姐发来的短信,她中午过来办事,想约我一起吃午饭。 赵兰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我对赵兰笑笑,中午呢,有个老同学过来,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 我就是心里不甘。 林姐约我的饭局,我鬼使神差地带上了赵兰。 我想,我的初衷只是想气气赵兰,即使她再怎么设计陷害我,如今林姐依旧放不下我。 不过吃饭的时候,赵兰对林姐依旧双眼放光,说话也百般温柔。 饭后回公司的路上,她对我的态度也好了很多,一个劲地说,只要我撮合她和林姐, 她就不把我和林姐约会的事儿告诉其他的,不是,也不会让我老公知道威胁,不过我倒是可以顺水推舟了。 我问了林姐的意思,林姐沉默了片刻,告诉我她本来也有这个意思,还希望我能配合她。 因为她不甘她的爱情被改写,她要报复。 没几天,状况发生了变化。 这天上班,我发现赵兰春风得意,穿得花枝招展,还化着精致的妆,一点都不在乎她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间接吃到她的口红。 她看到我的时候,虽然还像老朋友似的对我说说笑笑,不过眼里却又得意。 林姐给我发消息说,他们恋爱了,只是赵兰和她在一起最多的话题,竟然是说我坏话,包括当初我失去清白那件事儿。 这让林姐更气愤,无数次想直接甩她几个耳光。 不过呢,林姐还真是挺能忍,每天接赵兰下班时,对她还是温温柔柔,一副超级暖男的样子。 而赵兰,也像温顺的小鸟一样,一位在高大帅气的林姐旁边,二人就那么甜甜蜜蜜地走了。 我以为呢,赵兰和林姐恋爱了,应该就和陈婷断了。 我还做了很多假设呢,不知道赵兰怎么跟陈婷解释这件事,没想到,每天夜里,陈婷依旧和赵兰打电话。 就像以前一样,赵兰脚踩两只船,她和林姐虽然是假恋爱,不过一想到林姐被绿,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,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姐,因为不爱,所以也无所谓。 不过林姐倒是知道了,赵兰就是我婚姻的第三者。 既然都到了这份上,我也不想再瞒着。 林姐就把赵兰怀孕这件事也告诉了林姐,林姐帮人帮到底,你哄着让赵兰把孩子生下来。 我对林姐说,我要让他们有家男缘。 你疯了,你不想挽救你的婚姻了。 林姐有些激动。 挽救,然后再给陈婷更多机会。 害我吗? 没几天,林姐告诉我,赵兰想偷偷把孩子打掉。 不过呢,林姐看得紧,赵兰一直没机会。 我把这件事当作饭后谈资,谈笑间就告诉了陈婷,还偷偷观察陈婷的反应。 陈婷啊,一直憋着火,她甚至都等不到夜里我睡着,吃完饭就说单位还有事,急匆匆就走了。 陈婷一夜未归,只是在清晨的时候给我发了条短信,说她单位有事不回来了,早餐让我去外面买。 短短一条信息,还有两个错字,这对于一向做事谨慎的陈婷来说,真的很不寻常。 我猜啊,她这一夜要么没见到赵兰,要么就是和赵兰吵架了,否则不会这样。 别看陈婷对我下手挺狠,对赵兰还真是忠贞不渝。 赵兰对她的冷漠快逼封陈婷。 陈婷几乎天天夜里都出门,有的时候早上直接去上班,有时候即便回来也是很狼狈又失落。 她还有意无意地问我,我坐前台的那个高中同学跟我关系怎么样,有空约着一起吃个饭? 看样子,赵兰一直躲着陈婷不见她,以至于陈婷都问到我这里了。 赵兰的变心让陈婷是焦头烂额,倒是没心思算计我了。 陈婷的变化呢,我也假装不知道,而且还乐得看她现在这个样子。 同时,我还得再给她们浇点油,等着陈婷在我面前装不下去了,我就一脚把她踢出家门,让她近身滚蛋。 不过,我发现赵兰每天一下班,就立即离开公司,而陈婷来接我时都会遇不到赵兰,也就看不到赵兰和临结恩爱的样子。 这一天,我通知行政部经理,有个重要客户下班时会来公司考察,让她安排前台,先不要急着下班。 我注意到赵兰很焦虑,一直看时间,又不安地看着公司门口。 林姐每次来接赵兰,都是在公司大堂的休息厅,坐着等一个人,喝着咖啡翻看杂志。 前台那几个小姑娘都知道这是在等赵兰,不过不知道的,还以为这是公司大客户。 然后陈婷来了,我以加班为借口没出来,站在暗处等着看好戏。 陈婷应该有一阵子没看到赵兰了,当她看到她心心念念的那个女人时。 眼里的兴奋藏,都藏不住。 她走到前台,和赵兰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。 由于还有别的同事,陈婷也不好多说什么。 我给林姐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有人正在搭讪她的女朋友。 林姐果然放下手里的东西,大步走到前台,铁了眼其貌不扬的陈婷, 然后关心地问赵兰还有多久才下班,她已经约好了餐厅。 这下陈婷不淡定了,愤怒地瞪着林姐,可所有人都知道陈婷是我老公,陈婷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,因为另一个女人和林姐吵了起来。 我又给行政部经理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重要的客户今天有事来不了了,可以让前台下班了。 赵浩然像躲瘟疫一样,提起包拉着林姐就离开了公司。 回家的路上,陈婷先是沉默不语,但我能感觉得出来,她简直要气炸了。 快到家的时候,陈婷终于没忍住问我,接赵兰下班的那个男人是谁。 我故作惊讶告诉陈婷,那男人当然是赵兰的男朋友,赵兰可都是为她打过胎的,那胎其实就是陈婷的。 我又告诉陈婷,赵亮年纪呢,比我还大一岁,这个年纪很多人都当了妈,她才交男朋友,已经够晚了,赵兰有男朋友是好事。 当夜,我听到了陈婷和赵兰在电话里的争吵。 兰兰,今天下班的那个男人是谁? 这几天,你一直在躲着我,是不是因为她? 陈婷压低声音愤怒地问,赵兰说了什么? 我听不到。 片刻后啊,陈婷气笑了,她不就是长得帅吗? 帅能当饭吃,她再帅有什么用? 能有我这么爱你吗? 我这么多年的,付出你难道看不见? 我平静地听着陈婷在电话里质问赵兰,听陈婷的语气,猜到赵兰可能因为林杰跟陈婷撕破脸了。 毕竟,林杰无论从哪方面都比陈婷优秀太多。 别说明眼人,就是个眼瞎的,都知道该从两者之间选谁。 陈婷呢? 沉默了很久,甚至我都以为他们挂了电话。 突然陈婷说,你是看上了她,有钱不就是钱吗? 我都答应了,你一定会给你好日子,你怎么就不能再等等? 而且,我们都有孩子了。 兰兰她有市区的房子,我也可以给你买。 她有百万豪车,我也可以给你买,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求你了行吗? 我的心磕灯一跳,凭着陈婷那三瓜两枣的工资,别说市区的房子,就是一个房子里的一个卫生间,她都买不来。 还有豪车,她的工资只怕能勉强买得起一个车轮。 可她如此信誓旦旦,看来又要准备对我下手了,我不得不再次提起十万分小心。 眼下马上就要十一国庆节了,我请了几天假,提前休假,直接回了我爸妈家。 顺便提一下,由于这段时间没吃陈婷给我的药,我原先各种不对劲的症状都好转了不少,至少不会经常出现幻觉,也没有频繁的头晕恶心。 这次回爸妈家,我是开车回去的,车子本来就是我的陈婷公司门口就有地铁站,我把车开走了,对它不会有任何影响。 我的离家给了陈婷更大的方便,我依旧利用保险箱和纳布就闲置手机,监听家里的动静。 同时,我还给林杰打去了电话,让大家今天先休息一下,用加班当借口,先给赵兰放个假。 林杰似乎觉察出我这里有动作。 等她知道我回了爸妈家,立即跑来找我。 我不好在家里见她,便和她约在了咖啡厅。 很多事情或许应该让林杰知道更多,免得林杰最后再次被赵兰和陈婷摆一道。 在包间里,我打开免提,拨通了我放在保险箱里的那部手机。 电话里传来了陈婷和赵兰的声音,陈婷果然把赵兰又领回家。 兰婷,你和那个人根本不是一类人,她就是娃娃,你千万别上当。 陈婷急着说道。 林杰诧异地看了我一眼,用眼神询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 我给她做了个晋升的动作,继续听着电话里的动静。 电话里,赵兰冷哼一声。 陈婷,我给过你机会,也给了你好几年的时间,可你给了我什么? 我和林杰是不是一类人,不用你操心,我只要做了她老婆,她所有的东西就都是我的。 横竖我就是想当有钱人,既然你不能给我,怎么我还不能找别人了? 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? 陈婷怒吼。 林杰冷笑一声,赵兰打胎不成,一直想诱惑我上床,看来是想让我喜当爹了。 听着自己老公勾搭上曾经的闺蜜,本来是件挺愤怒的事,不过灵姐的话差点让我笑喷。 那你可要绷住啊,看看赵兰的肚子起来后,她怎么跟你解释。 我笑着打趣,我俩这一说话,倒是忽略了电话里陈婷和赵兰的对话。 我隐约听到什么一个月的时间,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约定。 然后没多久,陈宁竟然把赵兰给哄好了,再然后干柴烈火,就在我家里碰撞出火花。 听着那不堪入耳的声音,我都能感觉出旁边的林杰气息有些不稳了。 我急忙告辞回家,因为我发现在林杰炙热的目光下,我竟然对她还有余情,可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爱她呢? 我还有什么资格对她爱呢? 很快就到了国庆节,陈婷突然提着很多东西,跑来我爸妈家,还说最想吃我妈包的饺子。 我爸妈笑着说,想吃就过来吃,你怎么还自己带面粉呢? 怕家里的面不够你吃。 陈婷的解释是,这面粉包饺子最劲道,还说就用这个吧,我和我妈包饺子。 陈婷就像个大孝子一样,陪我爸下棋聊天,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,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 等饺子都包好,已经下锅煮的时候,陈婷的手机突然响了,她当着我爸妈的面接通了电话,一本正经地说了几个好的,然后就急着出门。 爸妈单位突然有点事,让我过去看看,毕竟我是主任,出不了事,我也麻烦饺子你们先吃,给我留点就行。 她说完急匆匆就走了。 我爸还纳闷地说,这都过节了,都放假,哪儿还会有什么突发事件。 饺子就得趁热吃,那种挂着汤冒着热气的饺子才最好吃,否则怎么叫水饺呢? 我妈还做了两道凉菜,准备让陈婷陪我爸喝两杯。 小婷买的橄榄油真不错,拌凉菜就是好。 我妈端着菜赞扬道,我爸夹起一个饺子刚要吃,我突然意识到什么,只是还没想明白,下意识地就打掉了我爸筷子上的那个饺子。 你这孩子都多大的人了,怎么还毛手毛脚的,好好的一个饺子掉地上了,多可惜。 我爸埋怨刚要加另一个饺子,而我吓得脸都白了,这饭不能吃。 我脱口而出,我爸妈刚要说,我发现我脸色不对,不像开玩笑,这才认真了起来,问我怎么了。 我和陈婷结婚这么久,她每次来我爸妈家,最多就是带几个苹果,更多的时候都是空着手。 而这次桌上用锁食材,几乎都是她带来的。 我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问题,可我更不能对我爸妈说,我只说这些都给陈婷留着吧,我现在特别想吃火锅。 然后不顾我爸妈百般询问,带着他俩去家附近的火锅店吃饭去了。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,陈婷一直到晚上都没回来,只是发了条短信说单位的事情多,让我们不用等她了,我并没给她任何回复,一心等着我做药检的朋友给我消息。 下午的时候,我趁我爸妈午休,把那些饺子、凉菜,还有陈婷带来没用完的所有东东西都带给我朋友,让她看看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。 晚上十点多,我朋友直接给我打来电话,惊恐不安地问我,那些东西都是哪来的,有没有人吃过? 我知道那些东西果然有问题。 我朋友告诉我,面粉里含有大量的罗红霉素,橄榄油里混有富方假养那名胶囊药粉,如果这两种东西单独吃,虽然对身体不好,但不会要命。 但如果混在一起吃,会让人离奇死亡。 我听完,一颗心紧紧就在一起。 我爸妈家一直有吃饺子、拌凉菜的习惯,陈婷正是深知我爸妈家的习惯,才会利用这一点要害我们。 我后怕得一身冷汗,我朋友也察觉出事情不对劲,想要报警。 我告诉他再等等,毕竟没出人命,而且只是两种药物。 如果陈婷想要辩解,他还是很容易摆脱法律的制裁。 第二天一早,陈婷来我爸妈家了,我刚听到敲门声,立即起身给他开门,他可能没想到会有人给他开门,当他看到我时,就像看到鬼一样,吓得他结结巴巴地问你,你怎么没事? 我笑笑问他,我应该有什么事,他也后知后觉,发现自己说错了话,这才故作轻松地问,昨天一直在加班,都没来得及吃饭,家里还有饺子吗? 这是在试探我们有没有吃饺子和凉菜。 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,还说你买的肉馅都臭了,最后只能狠心,都扔了,只能说你太没口福。 我给你煮碗面,正好用你买的橄榄油。 我妈一直夸你,买的橄榄油不错。 不用。 陈婷立即说道,我不喜欢橄榄油那味儿,普通的香油就行也行。 我说道,对了,家里的挂面没有了,你昨天买的面粉还剩不少,我用那个给你做面片汤吧,别陈婷慌了,太麻烦了,还还是煮点粥就行了。 我心里冷笑,如果不是怕我爸妈误食,那面粉和橄榄油已经被我扔了,我还真想用那些东西给他做碗夺命面片汤。 当天晚上,我又监听到赵兰和陈婷吵架,赵兰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,他脚踩两只船,陈婷听话好控制,林杰帅气,却不能给赵兰安全感。 毕竟他俩不是一个层次的人,而赵兰则是谁跟他结婚,他就跟谁。 在陈婷还没有摆平我这边的时候,赵兰就那么吊着陈婷。 接下来的两天,陈婷毫无动静,连家里都监听不到任何声音,我心里也开始打鼓。 毕竟就手机后面只连着充电宝,那东西用两天就没电了。 等手机和充电宝都没电了,我就听不到家里的动静,也就不能知道陈婷下一步的行动。 性命攸关,钱被动可不是好事。 就在我准备第二天回去时,陈婷知道我在和以前的同事吃饭,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,说她单位的事终于弄完了,想第二天带我和我爸妈去郊区郊游,住住农家院。 秋高气爽,本来就是出去游玩的好时节,我爸妈自是高兴。 我妈兴冲冲地准备了一天,买了好多水果、零食、饮料。 我爸还让我提前把车加满油,省着第二天在路上加油浪费时间。 我本来不想去,不过看我爸妈这么期待,我也不好让他们扫兴。 我想着出去玩有那么多人,陈婷也不好坐手脚吧。 何况,这些吃的东西,要么是我妈亲手做的,要么就直接下馆子。 陈婷没有下手的机会。 按照陈婷和我妈事先的计划,一大早,我们三个先开车回我家接上她,然后再直接奔郊区。 十一期间出门游玩的人多,我怕路上堵车,和我爸妈早早就出门了。 我爸妈家是个老旧小区,当年盖楼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私家车,所以小区也没停车位,更没停车场。 有车的业主都是把车直接停在小区的马路边上,我也不例外,为了防盗,我还在方向盘上加了把大横锁,就是汽车专用的方向盘锁。 上车后我刚要开锁,突然发觉不对劲,由于习惯问题,我每次锁方向盘,锁头都是朝右上方,而此时大锁的锁头,却是朝着左上方。 我下意识地问我爸昨天是不是用了我的车,我爸说他又不是没车,干嘛要用我的车,他才不会给我额他油费的机会。 而我妈根本不会开车,家里就这几个人,到底是谁动了我的车? 我突然不安了起来,看看蒙蒙亮的天气,此时街上还没几辆车,每过一辆车都嗖嗖快。 我跟我妈说,时间还早,估计陈婷还没起床,让她回去再煮一锅茶叶蛋,毕竟去郊区万一吃的东西都不干净,就指着茶叶蛋填肚子了。 可我爸妈怕浪费时间,我只好说我先去接陈婷,反正去郊区也路过咱家。 终于把我爸妈劝回去了,我没敢动车,而是直接去了物业。 前不久,物业响应国家号召,在小区外围都安装了摄像头,我倒要看看,如果没人动我的车,我的方向盘锁是怎么自己换了个方向。 此时物业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值班,这小伙子我有印象,我妈好像给他介绍过对象,现在他跟那姑娘处得不错,小伙子看到我很热情,左一声解,右一声解,我说我的车被人刮了,想看看监控是谁干的,好报保险。 按规定,这些监控是不能给业主看的,不过毕竟他受惠于我妈,还是给了方便。 只说让我快点找到我停车位置的监控。 从我饭局回来后,我一直盯着看,人来人往,根本没人在我车旁逗留,一直到深夜。 此时街上,除了偶尔过往的车辆,已经没行人了。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视频里,穿着风衣,戴着帽子,鬼鬼祟祟,然后用钥匙进了我车里,在车里待了一阵子。 他出来后,我看到了正脸,正是陈婷,我的心再次紧紧揪着,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。 他下车后并没有离开,而是熟练地钻到了车下。 我突然想起来,他说他有个表哥是开修车行的,他在大学暑假的时候,还去他表哥那里,帮过一阵子忙,不但学会了修车,还挣了点生活费。 他在车底下,不知道在弄什么,但我知道他肯定不是在修车。 我的心越来越沉,眼睁睁地看着他从车底下钻出来,又打开前车盖,倒估一阵后,再次进到车里,把车子启动。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,他才吸掉引擎,重新把方向盘锁锁好,然后下车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 此时,方向盘锁的锁头,已经变了方向。 陈婷这个王八蛋,上次吃饺子没要了我全家的命,现在就想弄个意外的交通事故。 我偷偷把监控烤在我要是串上一个长带着的U盘上,然后离开物业回到车上。 此时街上的车辆依旧不多,甚至还能看到只有晚上才能进城的大火车。 我打开锁,点燃引擎,将车子缓缓开了出去,我试着点了点刹车,果然刹车失灵。 看来它是动了刹车盘,又放空刹车油,让这场事故看起来只是我的车子没做好保养导致的。 我一直开得很慢,而且也没赶上主路,在闯了两个红灯后,我将车子直接开进了绿化袋。 我受伤了,虽然伤得不重,但还是进了医院,我用我的受伤终于阻止了这场出游,也击碎了陈婷的这次谋杀。 陈婷和我爸妈都闻讯到了医院,陈婷虽然表现得很着急,很心疼,但我依旧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失望与怨恨。 想不到两次算计挨得这么近,看来陈婷真是等不及了。 看着我身上的绷带,还有我妈哭红的眼圈,我的心真是凉到了谷底,也恨到了极致。 林杰不知道从哪知道我受伤的消息,一下夜班就赶来看我。 她是医生,先是找我的主治医生问了我情况,这才回到病房,满眼心疼地看着我。 家家,告诉我怎么回事,你不是做事这么不小心的人。 而且来之前,我问过我在交通大队的朋友,你的车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? 否则刹车失灵,不死也是重伤。 憋在心里的恐惧和委屈,在林杰温柔的声音下,我再也藏不住,失声痛哭了起来。 深夜总是会给人莫名的胆量和勇气,还有说不清的无助。 我把陈婷害过我的事,全盘说了出来。 林杰听完,愤怒地红着眼睛逼吼道,这两个混蛋,我去找他们算账。 别去,我拉住了林杰,你找他们打一架,又能怎么样? 将秘密分享出去后,我的心里松快了不少。 整理心情后,我把我的计划说了出来,这里需要林杰的高度配合,因为他是男主角。 林杰问都不问,爽快答应。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林杰就像消失了一样。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回家了,陈婷只是每天打来一个电话问问,人倒是没来,充电宝和旧手机都没电了。 我也不知道陈婷和赵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,十一的假期过得很快,不过我爸担心我身体,亲自给他老部下打电话,为我请假,还不让我出门,不去上班。 看不到赵兰,也看不到陈婷和林杰,让我两眼一摸黑,心里只剩彷徨。 时间一晃就是两个星期,陈婷只在周末的时候来过一次,待了没半个小时,就匆匆走了。 我和林杰实施计划的日子就要到了,十月三十日周六,在忐忑与期待中,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 北方的十月底已经很冷了,不过一想到仇人就要在我和林杰的计划下伏法,我心里就畅快,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这是场盛大的典礼,我得带着陈婷一起去。 起初陈婷并不想去,还一直问我是什么事。 我担心,她看出破绽,告诉她是同事结婚,一起凑凑热闹。 世纪酒店前门,停着一排排豪车,大红喜字,彩色气球。 是有人结婚,而且结婚的人,就是林杰和赵兰。 赵兰也没想到,我和陈婷会来。 当她看到陈婷时,眼神先是闪躲了几下,只是看到打扮精致的我时,还是像枝极于炫耀的孔雀,不为陈婷要吃人的眼神,骄傲地走到我面前。 李家珍,没想到你会来参加我和林杰的婚礼。 上学的时候,人人都羡慕你和林杰,是不是你也没想到林杰最后娶的会是我? 赵兰笑得很嘚瑟,还一把拉过林杰,轻易地挽着她的胳膊。 林杰装作跟我很生疏的样子,对我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,反手搂着赵兰的鲜鲜细腰,低头对她轻柔地说道,今天你还小日子呢? 站了这么久,腰酸不酸? 我一愣,再看赵兰的肚子,果然扁平扁平的。 回想起我刚刚入职赵兰所在的那家公司时,我还特意注意了她的肚子,当时虽说不是狠骨,但也有轻微的隆起,哪有怀孕的肚子还越来越小的。 而且,小日子的意思我瞬间明白,看来赵兰真是狠心,连自己的轻骨肉都不要了。 我看向林杰眼神,询问她怎么回事,不是让她喜当爹的吗? 林杰苦笑了一下,看来她也没看住赵兰,还是让赵兰把孩子打掉了。 我又看了眼陈婷,她还在愤恨地瞪着赵兰和林杰,似乎没明白刚才林杰那话里的意思。 我顺水推舟不刀道,赵兰,你来立驾穿白婚纱,可要小心点儿,蹭上颜色就出丑了。 这回陈婷终于听明白了,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,不敢置信地看着赵兰。 我心里冷笑,这个二百五十赵兰都嫁作他人妇了,怎么可能还会留着她的孩子,她以为她陈婷是谁呀? 赵兰听到我的话显得有些不安,想回头看,可在大庭广众之下,做出这个动作实在不雅。 便小声问林杰,老公,你看看我后面没事吧。 林杰瞥了眼她的裙后,又看了我一眼,小声说道,要不你去趟卫生间吧,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赵兰提起裙子,就往卫生间方向跑。 林杰客气地招呼我和陈婷坐到嘉宾席,可陈婷所有注意力都在赵兰身上。 见赵兰是一个人走的,她马上说,我也去趟卫生间,他们俩人都走了。 我小声问林杰情况怎么样,林杰让我别担心,她都安排好了。 我和林杰原本计划让赵兰将陈婷引到休息厅,那里有个隐形摄像机,可以将他们私下对话转播到大屏幕,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奸情。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,陈婷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就要嫁给别人了,她真是急红了眼,都等不到和赵兰到个没人的地方,就拉着赵兰质问了起来。 这里宾客众多,赵兰也许是心虚,见陈婷拉着她不放,一把甩开陈婷,翻脸道,你有病啊,没事缠着我干嘛。 我是林杰的妻子,你滚开。 陈婷先是一愣,随后大吼道,兰兰,我为你做了那么多,你怎么可以嫁给别人。 这时,已经有人注意到赵兰和陈婷这边,大家的谈笑声越来越小,都纷纷看向他们。 我和林杰对视一眼,心照不宣的默契,让我们明白彼此的想法。 我们急步走了过去,可赵兰动作更快,拉起林杰,也不管雪白婚纱上是不是会沾上姨妈红,快速走向舞台,迫不及待地催着思怡快进行婚礼,刚才小插曲让思怡有些猛圈。 见新郎林杰黑着脸,他也不敢耽误,在浪漫的音乐下,大声问向林杰,你愿意娶赵兰小姐吗? 爱她,忠诚于她,无论她贫困,患病,或者残疾,直至死亡。 在赵兰期盼的目光下,林杰还没说话,陈婷像疯了一样冲了过去,夺过麦克风,大声说道, 我不同意赵兰是我的女人,除了我,谁也不能娶她,或现场一片哗然。 不过,这里有太多人不知道陈婷的身份。 赵兰慌了,她语无伦次地说道,你有病吧?你有老婆没事缠着我干嘛? 我,我根本不认识你,不认识你现在说不认识我。 陈婷红了眼睛,质问赵兰,兰兰,你不是说,只爱我一个人吗? 我为了你当年害了李家,东躲西藏一年多才没有让警察抓住我,听你的话跟她结婚,甚至还亲手打掉了我和她的孩子,还有我一次次害她。 住口,就在众人还没明白陈婷说的这些事实,赵兰脸色煞白,突然尖叫一声,疯子,你是疯子,你满口胡说八道。 提到我的曾经,我以为我可以平静接受,可真被他们说出口,我只觉得心口生疼生疼的怒火再次将我燃烧。 我冲上舞台,隐忍着狂煽他们的冲动,咬牙切齿问赵兰,我一直拿你当朋友,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林杰也全身怒火。 赵兰打了个冷战,却还是拉着林杰小心说道,林杰,她胡说的,你千万别信。 咱们正在结婚呢,先把婚礼程序走完吧,想要结婚,可以先把眼前这是说清楚吧。 林杰轻扶着我,冷冷说道。 赵兰见林杰如此态度,也着急了。 可陈婷此时偏偏又说道,兰兰,你想要什么,我都可以给你,这个男人能给你的,我也都可以给你求你。 求你别嫁给他好不好,你凭什么这样要求我? 赵兰怒吼道,我爱林杰,他有的你,根本不会有,我劝你,对我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 婚礼有人来闹场,还是新娘朋友的老公。 此时已经有嘉宾不怕事,大帝拿出手机拍视频,并传到网上了。 陈婷见赵兰如此决绝,他一瞪眼睛,你不能嫁给那个人,你还怀着我的孩子呢。 赵兰脸色更白,他惊恐地看向林杰,林杰,你听我说,我根本没怀过孕,你不要听他瞎说。 我轻轻回头看了眼宾客席的位置,此时一个帅气,却也流里流气的年轻男人走了过来,他直接揽过赵兰,挑着赵兰下巴轻笑道, 兰了,怎么咱们刚分开几天,我的儿子就成了别人的了? 还是说你当初怀的就不是我的孩子? 这个男人,正是那晚在酒吧与赵兰说笑的那个男人。 事后的第二天,我又去了那家酒吧,找到这个男人,问他和赵兰的关系。 原来他是个假富二代,编个有钱爹的身份,专在外面,片想嫁进豪门的姑娘。 赵兰主动勾搭上了他,一直想让这个男人娶了他,不过男人只是玩玩,最后赵兰设计怀上了这个男人的孩子。 可男人说了,只要赵兰生的孩子是男孩,他就娶他,否则别想。 那晚,我给了这个男人一大笔钱,让他在赵兰婚礼上,说出此事。 此时,男人说出了他们的关系,用词之下流,简直不堪入耳。 而陈婷也听傻了,特别是这个男人说到赵兰私处的不同之处时,陈婷的脸色变来变去,精彩极了。 你胡说? 赵兰快被逼疯了。 他狂摇着头,精心盘起来的头发都乱了,他也毫无察觉,我没怀过孩子,谁的孩子也没怀过你们,你们别想诬陷我。 林杰直接甩给他一份医院报告,赵兰,你跟我解释下一周前你打胎是怎么回事。 赵兰彻底猛了,他此时看着我和林杰肩并肩站着,似乎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 你们耍我。 赵兰冷哼一声,原来你们早就在一起了。 李家,我还以为你多忠贞呢。 林杰上前一步,将我护在身后,赵兰,当年是你造谣,让我和李家没了缘分,现在你还有脸说这话。 事情都被挑明了,赵兰对他的婚礼也不抱希望了,他摸了摸自己扁平的肚子,笑得一脸得意。 赵婷,如今我也不怕你知道了,你自己也不撒泡尿兆兆,就你这德行,也就骗骗李家,骗李家给你生孩子可惜啊,他怀的是你的孩子,可却被你亲手打掉了。 而我呢,我始终都没看上你,就是想利用你骗点钱,顺便给李家天天赌。 谁让他什么都比我强,我根本不会怀你的孩子。 至于那个孩子的父亲,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谁。 夜店里那么多帅哥,反正是谁都比你帅。 你。 陈婷已经气红了眼,肉眼清晰可见的他在全身发抖。 赵兰狂笑了几声,突然瞪向我,李家,都是你,都是你毁了我的婚礼,我要杀了你,我要杀了你。 他肩吼着,就扑向了我。 林洁一把将他推开,将我紧紧护在身后。 我心里除了痛与恨,更是百味杂陈。 我从林洁身后走了出来,尽量保持镇定。 问向赵兰,我们曾经是同学,我跟你无冤无仇,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赵兰微微一笑,表情却突然扭曲了起来。 对,我是恨你我一直喜欢林洁,可谁让林洁眼里只有你呢? 还有,凭什么你样样都比我好? 和你站在一起,我就像个小丑。 而你就像块无瑕美玉,可我偏就见不得别人比我好。 我偏要让你这块美玉变成岁玉。 就在这时,礼堂外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车鸣笛。 很快,好几个警员就冲了进来。 我大步走了过去,向他们队长说明情况,并告诉他,我就是报案人。 在被戴上手铐那一刻,陈婷彻底醒了。 他疯狂地大叫着,我不要坐牢,这一切都是赵兰指使我干的,他才是主谋,我最多就是帮凶。 早在一周前,我就向警方提交了证据,否则他们也不会冲进来就抓人。 只不过,我手里能拿到的只有陈婷的,赵兰并没有直接害我想要让赵兰进监狱,只怕我做不到了。 陈婷被带走时,对赵兰恶狠狠地发着毒誓,你等着,等我出来,那天我弄死你。 不过,赵兰对陈婷的威胁根本不在意,他愣了会儿神,突然一改刚才的态度,哭丧着脸对我说道, 李家,你和陈婷的事真的跟我没关系,你看,否则警方也把我带走了不是。 他又对林杰说道,林杰,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,我以前是犯过错,但那都是跟你好之前的事了。 我保证,我保证,以后一定做你的好妻子,求你咱们把婚礼继续了吧。 林杰却看也不看他,反倒当着众人的面问向我, 李家,等你的离婚判决下来了,嫁给我吧。 以前我听信小人谗言,与你错失那么多年,今后我一定不会再松开你的手。 我的眼眶湿润了,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勇气在接受如此完美的男人。 众人离开我和林杰也准备离开,赵兰却突然紧紧拉着林杰,歇斯底里地尖叫道, 林杰,你不能不娶,我为了你,我把孩子打了,可你知道吗? 我的身子也毁了,我以后再也怀不上孩子了,再也没机会当妈妈了,你必须对我负责。 有病。 林杰轻瞥了他一眼,钻进了他的豪车。 我站在赵兰面前,冷眼看着这个曾经让我真心以待他,却处心积虑,害我的好闺蜜,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。 赵兰,你知道林杰为什么喜欢我,不喜欢你吗? 不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好,而是你和他的三观根本不一样。 他认真学习,努力工作,为实现人生价值一直努力。 而我也是这样的人,所以我们有共鸣。 而你的心思又在哪儿啊? 李家,你少在这儿跟我说这些大道理。 赵兰,对我不屑地冷哼,你家事比我好,起点比我高,你甚至不努力学习工作,就可以过人上人的生活,凭什么? 就凭父母是高干? 我翻了个白眼,此时我发现我竟然跟赵兰,根本说不到一个频道去,我是那个意思吗? 还是他只是活在他自己的思维世界里? 赵兰,我深吸一口气,我已经没耐心再跟他说话了。 临行前,我最后说道,你想嫁有钱人,首先你得有他们看得上的条件,你想当有钱人,你得有赚钱的能耐。 欲带王冠,必成其重。 钻进林杰的车子后,我似乎听到赵兰对着我们嘶吼。 李家,你这个贱人,我一定会嫁进豪门,一定会把你们踩在脚底下,你们都不得好死。 三个月后,春节前夕,我和陈婷的离婚判决终于下来了,我恢复了单身。 同时,我还听说,陈婷被判了刑,审判时,她一直紧咬着赵兰,让赵兰也被判了刑。 再后来,大约又过了半年,我的生活已经摆脱了陈婷和赵兰留给我的阴影,我也在积极恢复着我的身体。 我又听说,出狱后的赵兰,因为不甘心,做个平庸的人,依旧一心想当有钱人,竟勾搭上了一个有老婆的有钱大叔。 而那男人的老婆是个狠主,直到赵兰这个第三者后赵人,将赵兰狠狠教训了一顿,把赵兰的脚给打断了。 送进医院时,全身血淋淋的那女人还扬言,日后看见赵兰一次,就打她一次,让她趁早滚出这个城市。 赵兰有没有离开这个城市,我不得而知,不过我倒是从当医生的灵结那里得知,赵兰以后怀不上孩子是真的,以后成了残疾也是真的。